这场的这个人准备也比较充分 主要这个推挑有点勉强 而且可能这个击球点本身也有点低 日本的男双呢在最近几年是进步比较快的 因为他们的教练组都是双打的高手 总教练朴朱凤 另外在今年以来比赛当中参与指导的 还有过去印尼的双打选手 可能这种双打里面上面的一些 这种思想灌输的会比较好 出球抓到对方的线路 现在已经有点参与货海峰 已经有点逐渐熟悉了这种对方的出球习惯了 他们到了这个点他们就是应酬就是回酬 那我打完这一拍之后 我自己有一个提前预判的话 提前准备那就会好很多 这对日本选手的那个抽球就是比较硬 但是线路的变化不是那么丰富 对 他就是敢于抽 但是他其实这个抽档 他很多的球质量比较好的 是在他身体附近的 就是他够得着的地方 因为他身材还是比较矮 所以如果说参与货海峰把球抽的两底线 或者两个边线抽的比较开的时候 其实他们勉强去够球的时候 这个时候他想发的也发不出来 基本上就只能去软挡或者软过一下 这个球货海峰也是看出了对方一个犹豫 可能要放网 看出了这个意图 马上去抢网 把球扑死 富海峰在后场击锅 北方挡了一个对角 化解了 再来 对于富海峰和蔡云来说 其实到他们这个年龄技术上也很成熟 心理上也很成熟 主要是一个保持心理状态 身体状态 只要身体状态保持得好 这个水平一定是在世界上最高层次 就是一直能够保持住 我球 这种连贯上 每一看就特别的熟练了 特别流畅 这个参云打完这 打完一拍 然后富海峰下一拍的这种跟进 非常的流畅 非常的有目的性 这边的反手蓝掉 结果失误 现在十一比七 就打到这 因为我们现在开始直播 就是第一局的前半局 可能很多人没有看到 其实就是一开始 日本队还是有一定的特点 但是综合实力 就各个技术环节 跟蔡云富海峰还是有差距 一旦比较注意了 他最强的那一点 他们其他的办法也不太多 对 他们这种打法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单一的 就是 不像蔡云富海峰 就是我可以攻也可以防 然后我还 我前半场我也不入 那像日本这一队他们来说 基本上他们就只能通过前半场 或者是 就是这种抽档 平抽档来创造机会 但是一旦人家突破了这一点 或者限制了这一点 那基本上他们很多环节上面的这种漏洞 就会容易暴露出来 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双弹比赛 直接从后场一拍攻死 还是比较难 主要还是给前场制造机会 刚才是从后场的进攻来看 通过富海峰的中杀得到一分 日本队还是那种突击式的 进攻得分 大家在观看我们直播的同时 也可以发送短信6到1066-9999-082 来参与互动 每场有三名幸运观众 获得洋河蓝色经典提供的天真蓝礼盒 另外还有国家羽毛球队的精品装备 双方继续比赛 我们的这个球呢 在中半场也是跟得比较紧 现在发球的是川前直树 川前直树 过去的搭档是岸本 现在跟佐藤祥志 过去的单打选手进行了搭档 两个人都已经是年近30岁 都29岁了 好球 而且这个球我觉得比较好的 就是富海峰 其实前面那一拍 正手在往前扑球 已经是很好的机会了 但是他并没